哈囉大家好我是屈宇娜 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AS夢幻學員的特別轉蛋 那這個轉蛋的話 在日本是以愚人街活動把它出來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析他的角色 那這一次以後啊 我的轉蛋分析影片 我會考慮再做一點點改變 就是為了縮短一些我們影片的天賦啦 所以我們就是以後都是直接分析技能組 我們就都不再重複一遍 他原本技能組的敘述 我們就直接來講卡文滴蛇 那卡文滴蛇的話也有人叫他卡文滴蛇 這個就是看個人的說法 那他是學術攻擊型 不過他的技能組啊 說實在話其實有一些些三位版 第一個就是 神氣輝炎跟溫泉的閻羅 因為第一個他們都有落爆彈 然後不然就是 一個是落大爆彈嘛 然後一個是暴風強化 那我是覺得說 變成說他們兩個碰撞的可能性很高 那不過卡文滴蛇是有多一個暴風金錢 有點無效 就是可能在打一些比較難一點點的關卡的時候 呃才會有降暴風的情況 但平常說實話以我自己打關卡的體感上而言啦 我是覺得 降暴風的關卡很少 因為不然就是有可能 我們都是用更高火力去車 然後就不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變成說他的這個定位其實有一點點可惜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C技嘛 C技是單體激烈傷害有解除前 藍屬性攻擊力提升20 那其實說實話這個算是不錯 那可是要搭配洛西 那現在藍屬性最強大的洛西的話 沒意外一樣就是水柴神 那水柴神就是有一個是紅轉C全體C掉 然後變成說紅轉他反而會把紅禁掉 所以卡溫滴蛇也變得跟水柴神的搭配也不是那麼的相像 雖然他的被動2跟被動4確實是在火力上算是也是相當的噁心 就是開技能的時候應該是可以很穩定的激攻升50% 以及以全體150%參加攻擊 然後疊攻下去的話也是非常傷害非常的可觀 但是依照他的技能組而言有三位版的前提 以及最主流的洛西衝撞的這兩個前提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會變成說他不是我們的首選選項 因為如果來說閻羅的趴數疊攻 以及灰燕的500加攻 這兩個疊的效率會遠比卡溫滴蛇長期戰的永久20還要有效啦 所以變成說會他們還是他們兩個會優先上去 所以我會覺得卡溫滴蛇可能會比較適合是沒有閻羅 我也沒有生氣輝燕的這個前提 我們再來考慮要不要抽這隻角色 不然的話我覺得要抽也都是為了愛啦 那身為一個學音樂的 我還是要稍稍的吐槽一下他的法國號 他的法國號那個那個喇叭口有點小 對看起來不太對 好我們接下來講第二隻帕松 帕松的話是學術幻想恢復型喔 那簡而言之 現在他可以搭配的我沒沒我沒想到別人 那沒意外的話應該就會是前陣子剛出的西王母 那西王母然後第一個嘛他們兩個都是恢復型 然後爆彈轉炸C珠大也算是相當不錯 然後鏡射 然後還有生基礎恢復力 然後還有連鎖射足 這個我覺得這三個搭配其實配西王母也算是相當不錯 而且他還有給紅屬性恢復力永久提升 那這也算是給西王母打長期戰的時候也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配置 那就是將來可能火屬性也會有一個新的組合配置就是 火屬奶媽火力隊 這個我覺得這也有可能出現 那以他的被動而言的話 我是覺得都算是蠻相當需要開的啦 就是只要他的背式開起來 然後你開技能 我覺得要輕鬆30連鎖都沒有問題 那回合結束 每回合都恢復5000HP 我是覺得這個其實有點OP啦 這個在打高抗壓的關卡的時候 就是可以避免突然暴斃的情形 然後還有升回啊 然後還有主動機還有回血啊 幾乎都是為了不暴斃而做的設定 那我覺得這隻角色算是相當還不錯 那有西王母的話可以考慮 要不要抽他 可以考慮抽他一下去讓他搭配 然後讓西王母的火力變得更強大一些些這樣 好那再來的話是拍球波爾賽福涅 那拍球波爾賽福涅的話 以CD8而言我是覺得有稍稍的長一些些 那藍屬性防禦率增2500HP算是相當的不錯 游泳四回合增2500HP的防禦算不錯 那我也覺得可以考慮說 乾脆就把他這個吸到自己身上來 自身防一個可能7000 5000也都OK 然後因為反正都有誘敵嘛 那打全體的話 那可能就也是會選擇使用別人啦 那他的CG的話 四次單體特大算是蠻痛的 然後還有升防禦喔 那他的被動的話也都是算是說 以打到然後下個回合才有效益的前提下 這個可能就還是一樣是以拓荒為主 就是可能打一些比較機車的關卡的時候 在確定沒有邦斯的前提下 你需要他來拓荒 可能會比較需要用到啦 不然平常我覺得可能他的上場率也不高 因為說實話我覺得11000的血線 呃在現在來說就算是 其實在體力型算中比較中後段班的體力了啦 就是變成說 呃要比往上比的話 還會有比他更更 呃血更厚然後攻擊更高的喔 基本上我就在說你誰才神 對好那 所以博爾賽芙涅的話整體來說 可能上場率也是不會太高的一個角色 那最後一隻是黑蒂絲 那黑蒂絲的話重點就是是單射轉爆彈 然後升攻升回 然後還有 呃紅豬強化 那我覺得其實整體來說 黑蒂絲也算是一個中規中矩的C60角色啦 那他也算是還不錯 就是主要是他的 可是他的背勢啦 就是只有掉五顆 嗯我覺得稍微可惜一些些 如果可以掉多一點的話是可以比較好啦 因為呃 15連鎖其實在開技能前提下是蠻容易達成 然後你會整地的前提下也蠻容易達成的 所以15顆其實我覺得 15顆連鎖 那如果可以掉格可能10顆C珠大 我覺得就比較OK啦 不然我覺得以五顆射珠前頭大 我是覺得稍稍的少一點 因為現在蠻多被動都是真的都是 呃自己在頭就掉五顆炸彈C珠 這個都是算是比較常見的技能 所以黑蒂絲的話就 我覺得就比較定位是在中規中矩型的角色啦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我會比較推薦抽的 大概只有怕鬆 然後卡文滴蛇的話 他的要抽的前提就是 你沒有生氣輝焰跟燕羅 這個我們才會去考慮他 所以這個赤字我頂多給到 兩到三顆星啦 因為我還是會覺得說如果你 呃像是南華 因為我覺得南華最主要還是受限在 你的隊伍的火力 呃最基本的火力在哪裡 哦你南華還蠻受限包包深度的 就是南華火力要全開的話 你包包深度一定要夠深 就是你本真的打手就要夠強 不然南華的那個火力也出不太去 哦這是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如果如果你要有錢抽 我可能還是會先建議你抽南華 不然就是抽個西網母 然後如果抽到西網母的話 就可以考慮來這邊拼個怕鬆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那南華的話那個部分 我是覺得就是那個禮包 對這個禮包實在是讓我不太不太開心 那還有一個詞子就是這個 呃包圓體能劑嘛 那包圓體能劑的話 我是覺得 呃以我現在看的狀況來說 比較常上去的還是只有保身打體 那其他隻上場率其實都是屬於偏低的狀態 所以如果真的要拼的話 呃這邊的話大概也只有保身大地 是比較值得入手的 其他隻 因為我現在看從咖開到現在 呃頂多清水祖師有時候會上去 不然的話其他兩隻 呃幾乎都是躺在我 商庫裡面沒什麼出來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轉單分析大概就到這邊 那如果真的真的要 要我們特別排一個轉蛋的 抽卡順序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先排呃南華真人 然後再來才是 暴熱體能劑 然後最後才是這個 日版的A類似活動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 呃這幾隻的定位算 技能組都算還不錯 但是其實 還不算太好使用 我覺得不太算好上手 那唯一比較OK的話大概也只有關小盒 那一樣關小盒 我覺得是CD4啦 然後握手也有不錯的效益 但我可能還是會建議說 呃卡玩滴雪的效益會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關小盒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把把把卡玩滴雪排在關小盒的前面這樣 那今天轉單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還有問題的話就歡迎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那我看到的話我會回 呃我能回的我就會回 那我沒辦法回的話 我也說沒辦法回就這樣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分享 幫我按個喜歡快兩千訂閱了 拜託大家幫我衝上去好不好就這樣子了 掰掰